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怀疑其丈夫迈克尔沃伦 因为两人的婚姻已经冰于破裂 而且两人所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财产和商业资产 全都在女方的名下 但经调查 侦探们最终确定迈克尔并非凶手 随后警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叫希拉肯恩的女性身上 有传闻称 希拉是迈克尔的情人 和希拉早已疏远的丈夫也证实了自己妻子和迈克尔有染 而希拉的邻居也曾以为她与迈克尔已经结婚 除了具备动机以外 还有间接证据 希拉的住所正好位于该地唯一一家服装商店的对面 该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认为希拉可能就是在谋杀的前两天购买小丑服的那名女性 但由于警方一直无法得到DNA证据 一直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说服检察官对迈克尔或者希拉进行指控 2014年 24年后调查重启 DNA的进展分析再次表明嫌疑犯就是希拉 2017年8月31号 大陪审团对希拉发出了一级谋杀指控令 9月26号 警方搜寻到了希拉的踪迹 并将其逮捕 新机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